北市河江街 这里有许多的小吃店 不过这些铜板美食 也撑不住原物料成本的压力 据当地业者表示 这里有将近十家店 其实今年已经开始陆续寒涨 满满馅料跟汤 中药材卤味是附近不少居民 上班族熟悉的老味道 但从11月开始烫泪 面食都涨五块钱 店家苦喊 因为食材包材涨价潮 还没看到镜头实在吃不消 政府平易物价再出招 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 沿拟调降大宗物资税负 包括了小麦关税减半 或者免征 黄小玉和大麦调降营业税 游戏类和水泥调整货物税 什么样的时机来做启动 那就要看实际上 这个物价的变化一些情况 到下游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配套做事也要准备好 就怕替上游原物料降税 但中下游的产品售价仍狂涨 公民心坦言要定出完善的配套 财政部也祭出全民减税 小确信111年度综合所得税 免税额标准扣除额等等 皆有调整 112年5月报税将可适用 预估减税95.7亿元 约650万户受贿 若是以单身的上班族来说 将提高到年收入42.3万元以下 都可免缴税 最多可省税6000元 若是创新一家四口的家庭 最多可省下约一万五千两百元 对抗物价飞涨行政院国发会 财政部全动起来 要替民众荷包喘口气 三立新闻杨超神李文科 台北报导 台北报导